台灣小孩的故事 地球起源與台灣原住民的大洪水時代 各位大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家是怎麼來的呢 家就是先有爸爸媽媽 然後有我們小朋友 然後在爸爸媽媽之前還會有阿公跟阿嬤 然後我們都住在台灣 台灣 又是地球上的一個小島 然後地球是 地球是宇宙裡的一個星球 大家知道嗎 所有的星球都有壽命的喔 我們現在居住的地球 已經活在宇宙中有四十五億六千萬年了 哇 聽起來好難想像喔 那是多久的時間啊 如果和人類存在的時間比較 你應該就能想像那是多久的時間 我們人類啊 是經過演化 從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分支出來的 距離今天 大約是五百萬到七百萬年 所以 人類在地球的生命中 只佔了很小很小的部分 也許在很久的未來 地球的壽命還沒有結束 人類又演化成另一種動物了 或是人類也會像恐龍一樣消失喔 但關於未來 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不過 關於以前 我們可以透過科學研究 歷史研究 人類學研究 各種不同的方法 來知道我們是怎麼來的 大小朋友們 你們知道嗎 因為地球是有生命的 所以地球上的板塊 是一直不斷地在移動 推擠的 我知道我知道 老師有說過 地球表面有七個大板塊 和很多小板塊組成的喔 對 然後小板塊又分佈在大板塊之間 嗯 七個大板塊是 是非洲板塊 北美洲板塊 南美洲板塊 歐亞板塊 印澳板塊 太平洋板塊 還有南基板塊 只是板塊移動的幅度很小 所以我們生活中幾乎不會有感覺 可是如果時間快轉 我們就會發現 板塊移動的改變 其實是很大的 在很久以前 澳洲和南基洲是連在一起的 南美洲和非洲是連在一起的 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是連在一起的 但是經過板塊移動 陸地就慢慢分開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而台灣位於歐亞板塊 和菲律賓板塊的交界 因為地球是有生命的 板塊是不斷移動推擠的 於是形成了中央山脈 台灣島上的地貌也持續在改變中 有時候我們會感覺到地震 還有火山、造山運動 都是由於相迎板塊的相互作用而發生的 有趣的是 在許多人類的紀錄文獻或是神話傳說中 都曾提到洪水的發生 像是中國古代唐瑤時代 大雨時期都發生過洪水 希臘神話中 宙斯為了懲罰人類 決定用洪水淹滅人類 聖經、古蘭經中也曾出現洪水的故事 而蜘蛛在台灣的原住民 也有許多族群有洪水的故事喔 像是泰雅、塞夏、布農、鄒族、 排灣、盧凱、阿美、北南、達武、平浦族 都有洪水的傳說 在泰雅族的傳說中 原本生活在平坦的平原 有一對兄妹因為近親結婚觸犯了祖靈 一夜出現了暴風雨 風雨接連數日 最後形成了大洪水 洪水淹沒了土地 他們辛苦耕作的田地、搭建的房子 全都泡在水裡 我的頭田都淹沒了 我養的雞也都死了 不要再管什麼雞了 大家快逃啊 對,對,幫命要緊 大家快逃 是要逃去哪裡 到處都是水啊 往高的地方去 快,大家快跟我來 族人們要到哪裡去呢 他們到了巴巴瓦嘎 也就是大坝尖山 大坝尖山是泰雅族的聖山 相傳族人是從大坝尖山 這個大石塊中走出來的 就這樣族人們往高處避難 登上了大坝尖山 快上去,水越來越高了 洪水一直衝來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我們該不會一直下不去吧 祖靈,不要再生氣了 我們知道錯了 洪水一直不退 一直到人們把不守祖先遺訓的兄妹 投入洪水中 大水才終於退去 後來人們下山 發現山下的地勢變得和以前很不一樣 不再只有平坦的平原 而變得有高有低 有山有谷 這就是泰雅族關於洪水的傳說 而在鄒族,布農族的傳說中 當洪水來襲的時候 他們登上的是他們的聖山 也是台灣最高的大山,羽山 那小朋友們 你們覺得洪水只是傳說 還是世界上真的發生過大洪水呢? 雖然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但可以確定的是 地球上的生命反應 像是板塊的移動 洪水的發生 山丘低谷的行程 都影響了人類的遷徙與歷史 也慢慢的讓我們的家 成為現在的樣子